好接下来看第三步 城市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这一幕呢在学习的时候 大家一看啊 这个内容非常多 包含呢六条啊 六条 但是呢这六条当中 后四条统一归做其他桥梁的施工 不是学习的重点啊 考试的时候主要是考察选择题 而对于学习的重点要放在第一条 装配的桥梁的施工 以及第二条 线胶运营力混凝土连续梁施工技术 其中第一条装配是两板施工技术 在考试的时候 主要是结合着运营力来考察 运营力施工技术来考察案例题 第二条 线胶运营力混凝土连续梁施工技术 这个为主要讲三种工法 一个是支架法施工 在前面呢已经重点介绍过支架法施工 第二个呢就是移动磨架法施工 好 这种工法在考试的时候不是考试重点 做一个了解 好 第三种叫做悬臂焦度 对于悬臂焦度在考试的时候 可以考察选择 也可以考察案例 需要重点掌握啊 重点掌握 悬臂焦度在考试的时候呢 重点是一般呢是结合着维艳来考察啊 维艳来考察 而对于支架法施工 一般是结合着装基础 钻孔罐头装来考察 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 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重点把装备式两板施工技术 以及支架法施工和悬臂焦度 这三种工法领出来 单独说一说他们的适用性 在考试的时候呢 不排除一种情况 在背景当中给你描述一种情况 让你去选择对应的施工工法 最好采用哪一种施工方法来施工 桥梁的上部结构 啊 假如说呢 我们今天施工的这座桥梁 所处的施工现场 由于拆迁进度的影响 拆迁进度之后 导致呢 场地移交比较晚 桥梁上部结构建设工期紧张 同时呢 桥梁在建设的时候 对周边的环境要求比较高 环保要求比较高 另外呢 也要求桥梁在收工的时候 尽量减少对焦度的影响 那么此时 我们就可以采用哪一种工法呢 就可以采用定型预制 到现场定时快速拼装的一种收工方法 也就是装配式桥梁的收工方法 好 假如说呢 今天我收工的桥梁 是跨越道路 或者是跨线的桥梁 那么 对于跨路的桥梁也好 跨线的桥梁也好 地势呢 比较平坦 同时呢 部分是跨越已经硬化的道路 那么具备搭设之下的条件 此时呢 我就可以采用什么呀 落地式的 支架法施工 支架法施工 假如说 今天我校修的桥梁 它是跨越沟谷的 或者是跨越河流的 啊 或者说是跨越具有农田的 那么在收工的时候呢 我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还能不能采用支架法施工 还能不能采用这种双击台调 正在地面上施工的方法 不现实 是不是 好 那么此时呢 我们一般采用的 工程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啊 在已经浇注好的梁段上去安装挂栏的 收工方法 叫做全壁浇注 全壁浇注 但是呢 需要给大家提醒一点的就是 在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背景当中是一个沟谷的 跨越沟谷的桥梁 我在上部结架收工的时候 我能不能把沟谷填起来上方搭车支架去施工 有些人说可以 有些人说不可以啊 只要背景当中 人家告诉你用的是架法施工 完全可以啊 比如说18年啊 18年在考试的时候 就是把下方的沟谷填起来上方搭车支架去施工 桥梁上部结构的啊 有钱任性 怎么了 好 完全可以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说的 开始按照顺序啊 先说的是装配式桥梁的施工技术 好 那么对于这条在考试的时候呢 主要是考察两个地方 一个是预制梁场 一个是雕桩现场 也就是施工现场啊 施工现场 而对于预制梁场在考试的时候 重点考察的是预制梁场的平面布置 平面布置 对于平面布置主要考试图以及改错 所以说在这需要做一个考点的补充 另外呢 就是对于预制区 重点考察的是台座的计算 而对于存梁区 重点考察的是梁板的存放要求 这是对于考点二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内容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雕桩现场 雕桩现场重点考察的是两板雕桩之前的技术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 还要补充一个考点 就是验收 雕桩之前 验收的项目 好 以及其他的一些零星的规定 好 除此之外呢 就是在雕桩的时候 我要用到什么样的雕桩方法 对于不同的雕桩方法 它的适用性分别是什么 接下来呢 我们在说着散合点之前 对于装配式两板的施工技术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首先呢 看装配式两板施工工艺技术 对于装配式两板的施工呢 无非就是把下部结构做完 桥墩 装住的桥墩上方呢 要做盖梁 盖梁做完之后呢 在二次胶住 仿正档块 以及电石安装之作 好 接着呢 再来把提前预设好的两板 雕桩上桥 两板雕桩上桥之后呢 由于两板与两板之间是断开的 不管是纵向也好 横向也好 都是断开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做现场的连接 对于纵向的接缝 我们需要把钢筋除锈 钢筋做焊接连接 然后呢 两侧要按照施工缝去处理 凿毛 湿润 做僵 当然了 凿毛一般是在两场里面提前找好的 然后呢 我再进行安装 利用掉膜工艺 在这个位置呢 我去安装 掉膜 上方呢 去用这个钢管 去固定在桥跨结构的上方 这个位置 叫做掉膜工艺 再去胶筑这块混凝土就可以了 这块混凝土呢 由于它是和形成方向顺直的 我们叫做施阶凤 现场胶筑的叫做施阶凤 而对于横向怎么连接呢 与全说了 假如说是一个简直两桥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一个是桥面连续 一个是伸缩装置 桥面连续做个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呢 我们重点说的是伸缩装置 啊伸缩装置做连接 好 假如说呢 这个两板我已经连接好 连接成一个整体了 连接好一个整体之后呢 桥跨结构 两板是不是最重要的形成面呢 也不是 是不是 还要做三层铺装层 这三层铺装层 自下往上分别是水泥混凝土的铺装层 以及防水层 还有沥青混凝土的铺装层 并且呢 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在防水层和沥青混凝土之间 做一个连接层增加沥青混凝土铺装层 与防水层之间的粘节强度 啊 叫做粘层 铺装层做完之后 该需要安装伸缩装置的位置呢 我们把它切开 啊 切开 切开之后呢 把伸缩装置安装好就可以了 好 这是对于装配式两板的施工技术 好 接下来看考点一 装配式两板施工方案 对于这个考点呢 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是三种两板的驾驾方法 以及它们的适用性 对于常见的三种方法 启动机驾凉法 跨动轮门钓和穿线驾驾机 这三种方法 首先要知道 其次呢 对于这三种方法的适用性要知道 好 首先呢 对于启动机驾驾驾法法 又是双击台钓 又叫 汽车钓 那么对于汽车钓 相对于矿动的门钓和穿线驾机 是无需拼装的 所以说形式比较灵活 能够快速施工 能够实现定时标装 对周边的交通环境影响比较小 但是呢 以太阳太阳的弊端 一般是要求两板的数量不能太多 两板的个头不能太大 小型的两体 这时候去施工 在 它在施工的时候呢 一般是用在市区啊 注意这个背景 市区 而对于矿动轮门钓 无论是矿动轮门钓本身 在行走的时候 对于厂地的要求是比较平坦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矿动轮门钓 它在起钓的时候 两板数 是比较多的啊 桥梁的上面结构 桥跨两板数比较多的 那么此时对于两板的存放 也需要存放场地 场地的要求 也是需要平坦 开阔的 所以说对于矿动轮门钓 在施工的时候 它一般是用于成交接合部 或者是交区啊 交区 假如说啊 假如说一个桥梁 煞布空间受限 那么不具备采用矿动轮门钓 或者是启动机加油法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什么的加油法呢 采用穿向式加油机 假如说呢 这个桥梁是跨越铁路 跨越河流 跨越沟谷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采用的是 穿向式加油机 所以说它一般是用于山区 或者是跨越沟谷 跨越河流的桥梁 注意它的适用性啊 好 接下来看烤点 装备是两板的预制 以及场内移印和存放 在前面呢 也说过 这个位置在考试的时候呢 重点是考察 两板的平面布置 而两板的平面布置在考试的时候呢 重点是考察两方面 一个是试图 一个是改错 除此之外 就是两场平面布置 其中的预制场 主要是考察 台子的计算 而存粮区 主要是考察 两板的存放要求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说一说 两场在平面布置的时候 首先要有哪些临织设施 你又只有知道了 两场应该有哪些临织设施 将来只有缺失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缺了什么 好 这就是应对试图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两场的这些临织设施 我在布置的时候 应该尽行什么样的原则 谁应该挨着谁 谁应该远离谁 好 将来呢 考改错 考改错 好 首先呢 对于一个预制两场来说 应该有什么呢 好 大家在考虑的时候呢 就是按照一定的思路 先远看 啊 远看 从远处看 一个预制两场 就相当于一个施工现场 一个施工现场 我要做到封闭管理 那么周围要设什么 周围要设置围档 关于围档 在考试的时候 主要是考察改错 主要是考察四个方面 围档的材质要求 以及 尾档的高度要求 连续性的要求 不能间断 另外就是安全性的要求 考虑这四个方面 好 讲义上有这四个方面啊 那么具体的一些规定 是在管理部分 先提前说一下 对于尾档的材质 我们一般要求 是硬质的材质 比如说是 金属板材 那么除此之外 尾档的高度 郊区和市区的规定 是不一样的 郊区呢 是大约等于一米八 市区呢 大约等于两米五 而对于尾档的联系性 在考试的时候 一般是在图上 中间呢 给你缺一块啊 中间是断开的 好 这不叫联系性啊 要确保是联系的 除了大门口不设置啊 其他位置全部要设置 那么另外呢 就是尾档呢 要一定的安全性 什么叫安全性呢 在尾档的内侧 我不能放散状的材料 比如说 不能堆放一些砂石料 不能存放一些 磨板 钢管等等啊 嚼手架等等 容易呢 对磨板产生侧向推力的 都不行 但是呢 大家考虑一下 在尾档的内侧 我能不能放配电箱 配电箱是可以的啊 我们在施工现场 配电箱不都是放在 施工区的某个角落吗 是不是 只要不对 尾档产生侧向推力 就可以了啊 这是远看 那么走进了之后呢 走进了之后 你看到什么 好 首先大门口 是不是 好 大门 大门口有什么呀 大门口一般都有企业文化宣传栏 是不是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五排一图 在考的时候呢 可以考你五排一图是哪些 只不过呢 我们在这先不说啊 先不说 我们在管理部分会提到 五排一图当中有一个叫文明施工牌 那么在城区施工 我们如何做到文明施工呢 只要是泥浆不外流 轮胎不沾泥 如何做到轮胎不沾泥呢 大门口我们要设置洗车池 以及沉电池 好 除此之外 大门口呢 还要安排专任职兽 封闭管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了厂区内 厂区内 厂区内 首先啊 放洋望去 是一条 道路 是不是 好 厂区内的道路 厂区的道路 在设置的时候 注意一下 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考虑汇车 汇车 厂区的道路的宽度 要足够三米五宽 不得小于三米五 其次大家要注意一下 厂区的道路在设置的时候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呢 这个车辆 从大门口进来之后 要能够保证 车辆不掉头的情况下 能够出去 所以说 一般呢 你在施工现场 你会碰见 一般来说 都是有两个大门的 一个进的 一个出的 那么另外 或者说 你不设两个大门 怎么办呀 在厂区内设置 循环的干道 保证车辆 能够 转回来 能够转回来 另外就是 对于这个道路呢 我在设的时候 不能设成直角拐弯 为什么呀 这个位置不好拐弯 一般呢 设成圆弧状的 圆弧状的 另外就是 对于它的转弯半径 要满足 至少是十五米 半径 转弯半径 是十五米 这是对于厂区的道路 其次呢 就是大家存三个区来想 三个区 哪三个区呢 一个是量场里边的预制区 一个是预制好的量板 往哪发呢 往存量区去发 存量区 其次呢 就是我预制的时候 谁来预制呀 谁来预制 人来预制 人生活的区域叫什么 叫生活区 生活区 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对于预制区 主要考察什么呀 考台座的计算 好 等一会儿呢 我们会说台座的计算 而存量区主要考察什么 量板的存放要求 好 这是存三个区来说 接下来呢 我们存材料的角度去说 量板在预制的时候 要用到什么样的材料呢 或者是施工机具 比如说 比如说量板在预制的时候 我要用到钢筋 有普通钢筋 有预力钢筋 是不是 钢筋在进场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进场的验收 进场之后呢 要进行存放 所以说要有材料的存放区 钢筋的存放区 钢筋的存放 钢筋的存放完之后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进行加工 要有加工区 要有加工区 加工的时候呢 会产生这些废料 会有废料的堆放区 除了钢筋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磨板 是不是 好 磨板 磨板呢 我们会有磨板的存放区 磨板的打磨区 写一个打磨区吧 那么除了钢筋 我们还有混凝土 是不是 还有混凝土 只不过呢 对于混凝土 我们现场是有粗细结绕 沙和沙字 石子 以及水水泥 搅拌而成的 那么谁来搅拌呢 半河栈 是不是 好 半河栈 搅拌站 搅拌站 而对于沙子也好 石子也好 在存放的时候 不能露天存放 要由专门的罩棚 去存放 罩棚 避免当中的含水率 变化过于大 配合比不好控制 除此之外呢 要通过搅拌站 也就是搅拌站 把原材料搅拌成混凝土 将来的施工用 在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钢筋的存放区 可以考 可以考察 钢筋的存放要求 还记得吗 室外存放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存放 六个月 其次呢 要采取防锈的措施 就是防水防潮防雨林 措施是下垫上盖 另外就是防火防暴防腐蚀 措施就是单独存放 远离一板一报 物品 好 加工区以及废绕的存放区 那么接下来 在考试的时候呢 对于这些区 在布置的时候 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去布置 考试的时候 可以考改错 你在想的时候呢 你就拿着一个区 预置区 作为核心区域 你去想 你去想 在它在布置的时候 它的周围 应该有什么 才能够施工起来 比较便捷 首先在预置的时候 我要用钢筋 是不是 好 所以说 它的周围 要有钢筋的加工区 也就是说 钢筋的加工区 要离它近一些 那么除此之外 对于模板的存放区 模板的打磨区 是要离它近一些 好 还有什么 搅拌站 搅拌站 搅拌出的混凝土 我要用 要离它近一些 生产车的粮板 往哪放 往存粮区放 所以说存粮区 也要离它近一些 你看 这是HPU 是不是 好 中央 中央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 比如说钢筋的加工区 钢筋的加工区 对于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钢筋的存放区 钢筋的废罩区 是不是 好 减少二次搬运 或者说除此之外 比如说半核站 半核站周围应该有什么 要有杀石兆的存放区 是不是 杀石兆的存放区 那么这是谁应该挨着谁 大家再思考一下 我在部的时候 谁应该远离谁 好 考虑这个位置 生活区 在生活区的周围 不能够设什么 不能够产生粉尘 不能够设置产生噪声的 是不是 影响睡觉的 尤其是宿舍周围 好 那么生活区不应该有什么 比如说 能不能有混凝土 两板的预理区 比如说混凝土的交道 是不是也会产生噪声 所以说生活区应该远离预理区 或者说预理区的布置 应该远离生活区 那么另外钢筋的加工 钢筋的加工 钢筋在加工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一些噪声 也会 是不是 所以说能够产生噪声的 应该是远离 那么另外 混凝土在搅拌的时候 搅拌站 搅拌的时候 会不会也会产生一些噪声 所以说也要远离生活区 除此之外 模板的打磨区 会不会产生一些粉尘呢 也会产生一些粉尘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些区域 都应该是远离生活区的 好 大家呢 在这个位置可以截张图 截个图 下期之后呢 考虑一下 它的平面布置 谁应该远离谁 谁应该靠近谁 谁应该靠近谁 我应该是远离 我应该是远离